终于出了一个甜甜的爱情韩剧了 最近出圈的韩剧不是复仇剧就是治愈剧 例如黑暗荣耀采发家的小儿子 与非常律师与英许坏妈妈等 爱情剧则是断层下跌 目前想起来的竟然是2021年 那年我们的夏天了 不过是就日晚首播的 深会善的今生一情多指教 让我看到了爆款的前置 这部剧集合青梅竹马 姐弟恋与再续前缘全部元素 并且还叠加了轮回与前世的奇幻色彩 并且女主的性格非常知求 第一面就说交往 第二集就说结婚 这知求女的爱情卓上人想看啊 这部剧有同名漫画改编 讲述的是已开启19次人生的 尹朱元与文瑞夏前世今生的爱情故事 概剧剧情高能令人耳目一心 好久没遇到能引起我好奇的人了 这不是报道总裁说的 也不是年长的人说的 而是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说的 小女孩就是女主尹朱元 这已是她的19世的轮回 这个小男孩让她乏味无趣的人生 突然有了色彩 第一次见面 她就对着这个拉在下水的文瑞夏说 这不是我的第一次人生 她的秘密就这样勇敢的说了出来 这时的文瑞夏还以为是妈妈嘴里说着的 你的前世是一个乌龟的前世 还以为两个孩子爱情就要开始了 但没想到更有趣的人生就这样戛然而止 12岁的女主就这样下线了 就这样过了九年九色的尹朱元又再次想起了前世的记忆 想起了文瑞夏 尹朱元有前世的记忆 但文瑞夏就这一事 文瑞夏还会想起那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姐姐吗 尹朱元没有其他想法就直接站在文瑞夏前面试时 就说要交往吗 预告中就说要结婚吗 直求女没有爱情 她和文瑞夏究竟会如何呢 剧情真的高能 剧中还有惊喜的点在于 尹朱元还记得17世的小外甥女 现在已经成了阿姨 当小不点说着 你这么些年自己长大辛苦的时候 将还是有些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还有李宝英惊喜客串 演技艳压群芳 李宝英在《今生也请多指教》中惊喜现身 并且用几分钟的演技 让一个生病柔弱 喜欢孩子的父母妈妈浮现在我们眼前 演技十分给力 并且在剧中战损状的破碎感 真的是让人心疼 不愧是听见你的声音中的姐姐 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听你这部剧呢 是因为李宝英和身为善 都和李宗硕合作过爱情剧 没想到这部剧中 李宝英与身为善相聚了 都说一句 这两部剧都是很不错的 受爱剧 再来聊聊主角们 女主身为善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演员 并一直为此努力着 2000年电视剧《蓝色生死恋》播出的时候 身为善还在上小学 但就是这部电视 让她喜欢上了袁冰 而且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也想成为像袁冰一样的演员 想在现实生活里见袁冰一面 随着她渐渐长大 当年这个大胆的想法 已经演变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 2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计划 成为一名演员了 有着演员梦想的深惠善 顺利考上了 12国乐艺术高中音乐戏剧专业 即便不知道该怎么 才能快速的实现这个梦想 但她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 默默努力 她的学习成绩很好 在班里每次考试 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后来的她还被人们称为 戴牙套的全职贤 深惠善上学的时候 和李仲硕 江和娜是同学 但是一年之后 李仲硕转到了其他学校 后来江和娜也转走了 2018年 两人合作丹幕剧 死之赞美 对此 深惠善在典礼上表示 我和李仲硕其实很早就认识了 我们在同一个高中读过书 我觉得相比较之下 她更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学长 对于江和娜 她说 她在学校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皱一次眉 作为她的同学很自豪 江和娜也参加了这次的颁奖典礼 她大方的夸赞了 作为典礼主持人的深惠善 看见你成功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我感到无比自豪 你很棒 李仲硕 17岁的时候 就作为模特成功出道了 后来顺其自然的 转行成为了演员 和她不一样的是 深惠善只想做演员这个职业 她一直心无旁骛 专心演戏 深惠善高中的时候 参加了韩国全国青少年 独白比赛 并拔得头筹 上大学后 她主要学习了电影艺术表演 可是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 努力学习也并不代表着 深惠善就能够成为演员 最开始 她是打算在20岁出道的 可是到了20岁的时候 她并没有出道成功 她逐渐失去了耐心 她尝试通过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出道 但是苦于没有经纪公司的加持 苦又理想到她 甚至连试镜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拒之门外 道士的深惠善说 她非常羡慕那些 说试镜无数次都失败了的前辈 至少他们能够试镜 她都没有试镜的机会 深惠善首次获得试镜机会的电视剧 是学校2013 没有经纪公司 也没有突出的背景的她 只能大胆的展现自己 主动出击 说 请让我演吧 这次 深惠善成功展示了自己的魅力 终于有机会 开始接触自己的梦想 后来 深惠善终于签了经纪公司 她开始对自己 未来的演员录充满了期盼 生活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在之后的一年里 她只能出演短片 和电视剧中的儿童一类的角色 那个时候 为了拍一个镜头 她经常要等上一整天 好不容易等到她拍的时候 她的镜头又被删掉了 深惠善 25岁才正式出道 因为担心30岁之后 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她参加了一场 又一场的试镜 后来她出演了电视剧 高中之王中的配角 之后 在检察官外传中 和江东语言的吻戏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不少人羡慕 当时的深惠善 有如此机会 因此 还戏称她为乐透女 在宣传检察官外传时 深惠善几乎到哪里 都被追问这场吻戏的问题 高一刻的她 暧昧回应 当时听说有吻戏的时候 很高兴 但当然没有表现出来 拍摄吻戏之后 感觉好像断片一样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 深惠善幽默的回答方式 留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深惠善出道三年后 出演了五个孩子这部电视剧 可以说是她第一部代表作 一年以后 当她试镜 我的黄金光辉人生 她开始主动和编剧 沟通自己的想法 最后成功拿下了这个角色 在五个孩子 她又成功演出了 电视剧蓝色大海的传说 和秘密森林 但她仍旧是 演艺界里的一个新人 深惠善凭借此剧 成功死掉了 新人演员的标签 成为后继之秀的她 和早已成名的同伴同学 李中树同台演出 二一年更是凭借 哲人王后一举成名 火热程度 不比孤单与灿烂的神 鬼怪和爱的破酱差 而这部剧的男主 安普贤 曾因离太原class 反派角色 引起大家注意 并提名 百想最佳 新人男演员 虽然没有挑过大量 但起点是很高的 曾在她的后裔 My Only Love Song 她的四生活 大爆火剧中 饰演角色 此次饰演男主角 演技虽略青涩 但是她与 身会上的CP 还是十足的 后续的表现 仍让人值得期待 这部剧的女儿和云青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她就是允许的 春日暖阳 崔秀妍 她在剧中 因为外表酷酷 内心温暖的反差 引起大家的喜欢 而且她也是 机智的一生生活 女住院医师 此次在这部剧中 也是首挑重要角色 资源也好很多 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而其他 曾两次提名 百想最佳新人的演员 提名及肯定 此次主演角色 也很让人期待 男二 安东九 也是新人演员 但和安普 显的情况很类似 虽然是新人 但绝对是演技派 曾多次出演大热剧 例如那年我们的夏天 灵魂维修宫 甜蜜家园等 而且戏路很广 此次出演重要角色 也是一次挑战 也很让人期待 总而言之 这部剧 无论从剧情 还是演员上 都给人惊喜的感觉 尤其是剧情 十九世的设定 与知秋女的结合 很让人想看下去 夏威山的演技 也很让人信任 背景是从底层 凭实际打拼上来的 主角时也不拉胯 新人演员 如果不出大问题 这部戏绝对稳了 大家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